形容词指句关系附词表原因或者是表方法 我们有个关系附词叫why 它可以代表叫做为什么表原因 或者是一个关系附词叫how 它称之为叫做表方法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例题吧 No.1 Tell me the reason why you are late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那个原因 怎样原因呢 为什么你迟到了原因 第二题 I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you love me 我不知道那个原因 为什么你爱我 所以基本上那个why都可以翻译成叫做为什么 它是一个关系附词 后面可以加完整指句 那这里稍微再小心一下 只要关系附词是why 你都可以直接改写成一个直音文叫for which 你都可以改成一个直音文叫for which 这是一样的概念 我要讲一遍 关系附词why翻译成为什么 就可以等于一个直音文叫for which 所以你可以写成 Tell me the reason why you are late 你也可以写成 Tell me the reason for which you are late 这是一样的答案 I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you love me 也会等于 I don't know the reason for which you love me 这是一样的答案好不好 那继续往下 一样有一个词甚至为叫做方法名词后面要加号再加上完整指句 我们来看下面两题吧 Number one I'm wondering the way how you won again 我好想知道那个方法你是如何赢得比赛的 Number two Computers have a tangible way how we live 电脑已经改变了那个方法我们所生活的方法或方式 基本上这两题乍看之下没有错我在讲这是乍看之下没有错 可是这两题的文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英文有一个规定 有了位就不能加号 我在讲一遍 有了位就没有how 有how就没有了位 这是固定 这是规定 也就是你只要发现了位跟号写在同句话上面 那个就是错好不好 那老师如果我今天真的真的很想写的位怎么办 那一样道理 你如果今天真的很想写的位 你有以下这些方式可以写 我在讲一遍哦 如果你写了的位 你后面只有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 你可以要么就是打叉叉 不然就是写that 不然就是写一个字英文叫 英文 我在讲一遍 如果你今天写了一个字英文叫的位 你后面只有三种选项 叉叉 that 或者是in which 我举一个给你听像第一题吗 我好想知道你赢得比赛的方法 你也可以怎么写 I'm wandering the way you won again I'm wandering the way that you won again 你也可以写成 I'm wandering the way in which you won again 所以再讲一遍 如果你今天有写了the way 你后面只有三种可能性 叉叉 that 或者是in which 再加上完成字句 我看他们最后面有写的 アーメイ 之后 我可以写成 那个 我